123集 黄衣女子手一声 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也才助击出气而已 莫里洛念召寒霜却忽然一笑 哼,要不要试试 黄衣女子气急 刚要说话却被子衣女子打住 转头对莫里洛道 师妹,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这样给外人看笑话呢 你说是不是 莫里洛冷冷瞪了她一眼 没有坐身 他们三人私下交流过 黑夜人这方实力高出很多 他们两拨分开的话 势必只能受止于人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只能暂时维持这份平衡 这沙漠之中 不仅太阳毒辣 还会刮起一阵阵的热风 卷着细纱打在身上 老是筑记休士 时间久了 也吃不消 又走了一段时间 流灵芝忽然咕咚一声 倒在了地上 大师姐 她关过去了 怎么办 凡夜女子死下身 探查了一下流灵芝的情况 莫清晨微微握拳 这些天 她一直暗中关注着流灵芝 只是见她死活 不想和自己相认 眼下到底什么情况 又不晓得 这才装着不认识 紫衣女子掏出一瓶丹药 喂她吃下去 无论如何 不能让她死 是 肥衣女子接过玉瓶 拿出一枚丹药 给流灵芝喂下去 黑衣首领 扫了一眼 面色惨白的流灵芝 又扫了那几个女子一眼 眼中金光一闪 似有所悟 福果丹药 流灵芝悠悠醒来 目光似乎没有焦距般 麻木地站起来 继续往前走 莫清晨暗暗心惊 当年那泼辣爽利的少女 到底经历了什么 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而何欢宗的女子和这伙黑修士 又有什么仇怨 令他们穷追不舍 会不会走出这里 这群黑修士就会对他们痛下杀手 那他们三人呢 若是心狠手辣之徒 会不会也顺带灭口 又走了整整一日 遍地黄沙依然望不到边际 粉衣女子一个猎解倒在地上 黄衣女子前去相扶 却被粉衣女子一把甩开 阴阴哭泣道 我不走了 不走了 这根本没有尽头 与其累死 不如就死在这里好了 这女修的精神居然完全崩溃了 黑手铃手中灵光一闪 刚要收拾这女修 却听粉衣女修一声惨叫 众人本就望着她 听她惨叫过后 就见她以极快的速度 变成了一具失去水分的干湿 那脸上还带着绝望的表情 大师姐 除了一脸麻木的流菱汁 剩下的二女惊慌的喊着 紫衣女修的脸色也不好看 精具的盯着已死的彻底的缝衣女修 看着那恐怖的死相 莫清晨头皮一麻 谁能想到 刚才还鲜活娇媚的女子 转眼间变成了这副模样 莫里洛呆呆望着尸体 忽然嚷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是幻境 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都是幻象 我一直觉得不对劲 这定心盘虽显示出方向 可和我本身的方向感 却有一种古怪的违和感 原来 我们一直处在幻境中 也许走了这么多日 我们还在原地转圈 也说不定 那 那他为什么成了这副模样 紫衣女修颤声问道 他实在不敢相信 有这么逼真的幻境 莫里洛呆不屑地看了尸体一眼 所谓幻境 极少有天然生成的 或是因为修士吸入了某些置幻的药物 或是因为幻症 我们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想最大的可能 便是触动了此处的阵法禁止 这才陷入幻境中 至于他 想来是因为精神崩溃 认为自己会死在这里 正好就着了道 患者 便是凭此杀人的 听到此处 众人倒吸一口灵气 特别是几个女修 一脸的后爬之一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除了坚守心神 坚定信念 没有别的办法 莫里洛淡淡道 我不关心他怎么死的 我只关心 怎么出去 黑手领 一字一顿地道 莫里洛横他一眼 我劝你态度好一点 不要长得稀微高 就对我们呼三喝四 老娘本来就没责任告诉你 到底怎么出去 你 黑手领 极为气怒 却深深忍了下来 正法 炼灯 炼器 与制服等 需要大量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还有不可或缺的天赋 除了那些拥有大把时间的原因修饰 绝大多数修饰都没时间和条件去钻研 这幻境如此高明 绝不是一破的正法 他此刻也只得仰仗这位似乎对正法破为精通的女修了 说实话 这正法恐怕极为高明 不是我目前的修为能领悟的 我也只能是尽力而为 莫里落说着 再次看看电心盘 站在原处 广望四周 此刻偏已暗下来 有点点繁星 坠在夜幕中 给燥热的沙漠带来一丝两意 这一切如此逼真 也难怪直到此时 众人才发觉是幻境了 莫里落 副手仰望天空 漫天的繁星闪烁着光芒 照着地上的黄沙 犹如金利般闪着亮光 再高明的患症 一定也会有破绽的 莫里落难难念叨 这是他出示了正法之道时 那位高祖郑总对他说的话 再然后 他望着一处心朽顿主 两久 眼睛忽然一眯 逃出正天锤 往天空抛去 酒厅轰得一声响 整个天空开始扭曲 紧接着众人眼一花 再睁开眼 却发现所处之地 还是黄沙遍地 唯一不同的是 由刚才的黑夜 变成了现在的 晴天白日 还没等众人言语 忽然脚下的沙地一动 紧接着就见 黄沙如潮水般流动着涌来 似乎要把众人埋葬 怎么回事 一个女修尖叫道 此刻也没有人回答他 个子记出法器 抵抗着流沙 好大一会儿 风沙才平静了下来 黄沁尘发觉 流连芝 虽一副麻木的模样 可应对能力 却不弱 在他有意多 抵挡了一些流沙的情况下 安然无恙 倒是之前开口的 那个绿衣女修 此刻狼狈非常 若不是黑衣首领 不想再折损人手 拉了他一把 此刻 相必已放身流沙之中了 黄道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做了什么 黑衣首领问道 言语虽身硬 语气却好了很多 莫里落皱了皱眉 我寻到一丝破绽 把换成破了 破了 破了为何我们还在这里 此一女子不解地问道 莫里落望着远处叹了口气 唉 因为 这是个镇中镇 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已经不是患者 而是实实在在的杀阵 说话的功夫 一个黑衣首 是脚下的沙地 忽然陷了下去 躲闪不及的他 整个人往下掉 莫清晨手中 他慢 极快地飞出 看看在他被黄沙淹没之前 缠住了他的胳膊 手上用力 把他拉了出来 多谢 今晚未定的黑衣修饰 刚说完 就听到其他修饰的惊呼声 原来整个的沙地 全都晃动起来 在镇中又无法飞行 众人只得利用自身的能力 来回跳跃着 救命啊 绿衣女子尖叫一声 身体一点点地往下沉 转眼间 黄沙就没到了他的胸口 原来是落脚时 正好踩到一块 刚开始下陷的沙地 正在一旁的段清歌 甩出鞭子 卷着他的头发 把他拽了出来 可怜这位貌美如花的女修 头发被拽掉了大半 头皮都陷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他 只顾保命 也没工夫关心这些了 众人不停地裸动身形 逃避流沙的突袭 沃清晨因为能施展 浮光略影 应对要从容得多 可这样下去 体力总有耗尽的时候 想到这里急望道 沃清晨 这是什么镇 有没有破解之法 沙中藏镜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应该是一个变异的五行证 莫里洛急声说完 脸色一白 大声道 大家小心 这里恐怕不是只有流沙这么简单 幻影刚落 流动的黄沙 忽然无风自起 变成不停旋转的沙堆 眨眼间 沙堆长到一人多高 竟成了人形模样的沙人 紧接着 黄沙再卷起 一个个沙人落地深沉 不带众人喘口气 那些沙人便持着手中的利剑 攻击起来 一个黑羞是一飞剑对抗 却被其中一个杀人 以手中利剑击飞 顺势插进了他的身体 拌死着一身惨乎 黑羞是一飞剑的尸体倒下去 很快便被流沙吞没 只剩下一片四目的血迹 令旁人触目惊心 不要用法器 用法术 用火系法术 墨系法术也可 莫里洛喝倒 在莫里洛的提醒下 众人纷纷施展出火系法术 与沙人偏杀起来 莫清晨不敢施展火系法术 便用藤蔓把逼近的沙人缠住 但藤蔓把沙人浑身缠满 一动不能动时 便抽出板砖狠狠拍去 只听轰的一声响 黄沙一阵飞扬 沙人只是晃了晃 身体并无损伤 墨系尘咬咬牙 寄出青木剑 在空中抖出几个剑花 便有无数的灵器 化成的鲜花向沙人飞去 飞到沙人面前时 这些鲜花忽然散开 片片花瓣带着青色剑气 没入沙人的身体 沙人停止了挣扎 紧接着整个身子暴裂开 重新化作粒粒黄沙 融入沙地 只是每当消灭一个沙人 便会有新的沙人出身 仿佛无穷无尽似的 莫里洛半抵双目 神石往四处散开 随后喊道 快 大家往西边去 不要和这些沙人多做纠缠 这种时候 众人本就应接不暇 听了莫里洛的话 便一边与沙人打斗 一边往西边退 往西边退了几里后 莫里洛果然见到一处 深不见底的沙洞 不由面色一喜 大家快攻击沙洞 如果我所料不错 那里便是阵眼 那助济后期的黑首领 本来就是主修火系功法 听闻毫不犹豫地向沙洞 发出一连串的火弹 这种变异的五行症 最难的便是找到阵眼 一旦找到了破解起来 却是不难 黑首领一连串的火弹 刚刚打进去 便听到轰的一声响 紧接着整个沙地 犹如地震般剧烈地晃动起来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沙地突然裂开一个大洞 把众人吞了进去 一个女修撞死风魔般地尖叫着 闭嘴 黑首领呵斥道 那绿衣女修愣愣 惊喜得道 我们 我们还活着 无人在理会他 而是警惕地大量周身的环境 墨青城发现 他们居然身处一个 小岛般的平台之上 这是包围平台的 却不是海水 而是流动翻滚的岩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离平台几十丈之外的四周 可见一圈平滑的赤色山壁 上看不到顶 下看不到底 山壁与平台之间 有一块块悬浮的红色石头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这又是哪儿 黑首领 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茉莉洛明明唇 我们依然还在阵中 这是五行阵中的火阵 破阵之法 依然是找到阵眼 紫衣女修急忙问道 阵眼在哪里呢 这个阵中阵 已经不是注击器的茉莉洛 能掌握的 他只能凭借自己对阵法的了解 和特点进行推测 最大的可能 便是那山壁的某一处 可是 这山壁看着都是一样的 欢迎女修神情哗然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两个注击修士丧命了 谁知道下一个 是不是自己呢 茉莉洛 瞥了他一眼 继续道 总有不一样的地方 诸位道友 我建议大家一起寻找 若是发现不寻常的地方 便指给我看 我再根据情况判断 就按茉道友说的办 黑手领说道 茉清晨皱皱眉 这人仗着自己是助记后期 对众人说话时 总是一副命令的口吻 若是一直困在这里 倒也罢了 若是出去 他定然是立刻翻脸的人 看来要提前做好打算 想到这里 便悄悄向茉莉洛和段情歌传音 说了两句 二人微微汗手 开始打亮起山壁来 修士的眼力远朝凡人 特别是助记后脱去肉体凡胎 便能见到许多凡人 根本看不到的景象 而茉清晨因为自由休息 兰花服携手时 特意练过眼力 在这方面 更是比普通的修士强一些 既然茉莉洛说 这山壁总有不一样之处 那耐心的寻觅 总比傻呆着强 茉清晨先把眼闭上 但心中一片明镜 才缓缓睁开 把目光投向山壁 却不像旁人那样 平视着山壁来回看 而是专看最顶方和最下方 大半个时辰后 一黄一绿两个女修 先不耐烦起来 毕竟节中精力用眼 是很伤神的 特别是在放眼望去 全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细细打量便可以看出 这山壁上都是纵横交错的纹路 看起来杂乱无章 毫无规律 可是茉清城望向 南侧山壁最顶方一处时 忽然目光一顿 那一处的纹路 呈放射装 最终交汇在一个拳头大小的点上 而那个点的颜色比其余地方要略深一些 莫师姐 你看那里 莫清城伸手一指 哪儿 莫里落顺着莫清城手指的方向望去 却看不出端倪 就在那儿 南侧最顶方 莫清城说道 莫里落摇摇头 我看不到 那里怎么了 有什么不同 众人眼凑了过来 纷纷望去 华语女修都囊道 根本看不到嘛 语气却收敛了许多 两个黑衣修使也摇摇头 莫里落却信得过莫清城 那里有什么不同 莫清城便把看到的情况一说 莫里落沉引了一下 若是师妹看得没错 那应该就是正眼了 黑首领突然开口道 她说的不错 那里确实如此 心中暗自惊疑 自己是助记后期 又特意修炼过秘法 这才能够看到 这貌不惊人的小丫头 居然能先一步发现 既然确定了是那里 剩下的便是如何破解 莫里落看了看 扶在半空中的红色石头 手中多了一个棋盘样的器具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棋子 只见他两手翻飞 把棋子拨弄得飞快 当最后一声轻响 棋子停下时 微微一笑 对众人道 这些服饰看起来毫无规律 实则是按照九宫位设置的 若是有人按我的指示行走 便能到达那里 不过 此人必须擅长水西法术 幻影刚落 子一女子 看了绿一女子一眼 绿一女子脸一白 往后缩了缩 黑首领脸色一寒 对助记出气的黑羞是道 草三 你去 是 那黑羞是答道 莫里洛指着一出道 你看好了 由这里走起 只要按我说的去走 应该没问题 但若走错一步 就不知道这阵法会如何发动了 黑羞是点点头 踏上莫里洛所指的起点 就听莫里洛道 看位第三块右转 坤位第二块左转 正位第五块右转 在莫里洛的指示下 眼看着黑羞是便越走越高 对位第七块右转 就在此时 翻滚的岩浆 吞得冒出一股火焰 直冲黑羞是落脚的地方 这番变故 太过突然 那黑羞是急忙跳起帝国 匆忙间 身子 却转向左边 莫里洛脸色一变 还未来得及提醒 便见那静静悬在半空的红石 如流星般的直指坠入了翻滚的岩浆中 那黑羞是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 便悄无声息 平台之下的岩浆 咕嘟嘟地冒着泡 翻滚间 隐约可见 根根白骨 再然后 便什么也没了 擅长水系发水的绿衣女修 瞬间惨白了脸色 其他人脸色也极难看 平时的修真节 极少见 结单以上修士行走 助脊修士 便算是有头有脸的了 客资来到这古怪的地方 转眼间便有三个助脊修士 丢掉了性命 令人大寒 见重人目光望来 玉衣女修拼命地摇着头 我不行 我不行 眼见助脊后期的黑衣手领逼来 正绝望之际 忽听一个女子身影道 我来吧 随后便有人走上前来 居然是段清歌 清歌世界 莫清晨脸色微变 段清歌淡淡笑道 一直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就让我试试吧 随后缠音道 你别担心 我自从去了弱水峰 便改修一部不错的水系功法 倒不是一点把握没有的 莫清晨听了点点头 段清歌水系灵根本就突出 去了弱水峰 敢修水系功法 也是意料中的事 在众人的注视下 段清歌轻轻站到莫里洛指出的起点 随后跟着莫里洛的指示 越走越高 这途中 同样像黑衣修是碰到的那样 又长长的火龙抱起 却在段清歌 沉着冷静的应对下避过 渐渐的便走到了最高的一块红石上 原本到了这里 就正对着莫清晨看到的那个拳头大小的中心点 段清歌刚刚踏上去 平静了一下心情 脚下那块红石忽然翻转 他整个人便往下倒去 底下翻滚的岩浆 仿佛知晓似的喷得喷出树道火焰 并发出可怕的咕嘟咕嘟声 清歌世界 段师妹 在莫清晨二人的惊呼声中 只见段清歌手中鞭子甩出 准确的卷出那块红石 手上一用劲 接着这股冲力又跃了上去 而这时 原本静止不动的那些浮石 忽然向段清歌脚下的红石撞来 没撞击一下 他脚下的红石便会晃动一下 段清歌的身子也跟着摇摆不定 那摇摇欲坠的样子 看得所有人胆战性惊 段师妹 找机会攻击那个正眼 莫里洛大声提醒道 段清歌顾不得回话 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 手指捏动起来 正在这时 忽见一个巨大的红石 以极快的速度 向段清歌所在的红石撞过来 小心 在众人的叫喊中 段清歌紧咬唇 整个身子往上跳去 在他离开的一瞬间 那巨大的红石 把他脚下的红石撞得粉碎 在下坠的那一瞬间 准备好的水吸法术 准确地打到那个中心点上 随着红龙神传来 山壁开始瓦解 无数的山石碎片落入岩池 一战天昏地暗后 众人睁开眼 便发觉周身环境又是一变 莫清晨见段清歌同样出现在这里 这才松了一口气 四处打凉起来 这里似乎是一个山谷 芳草几期 艳雨泥南 一侧又一片开得震盛的桃花灵 另一侧又山上清泉流下 顺着棕绿相间的光华大石 蜿蜒到山脚下 最终会成一弯深潭 这谷中的灵气极为浓郁 甚至结成了灵雾 缭绕其间 更让这里看起来 犹如仙境般美丽 好浓郁的灵气 紫衣女修探讨 众人经历了沙漠和流江之地 忽然来到如此美丽的地方 又有如此浓厚的灵气 迪荡心肺 顿觉 神清气爽 诸位道友别掉以轻心 先看看有没有危险 助记后期的黑羞蚀道 众人点点头 分散开探查起来 过了小半个时辰聚在一起 都没什么发现 莫道友 您有什么看法 黑衣首领忽然问道 莫里洛惊诧地 瞥了他一眼 说道 我看不出正法的痕迹 绿衣女修 眼飞一袭 这么说 我们终于破阵而出了 莫里洛痴笑道 别想得太简单了 目前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切实走出了正法 而另一种 说到这里 他看看众人 继续道 另一种就是我们依然在正法中 只是这正法 已经高明到 我目前的能力 无法寻到一丝破绽了 这话一出 众人沉默起来 除了莫里洛 别人对正法 最多略知一二 若真还是在正中 那简直毫无办法 只能是见招拆招了 黑衣首领 首先打破了沉默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先在这里休息几天 反正这充沛的灵气 是不能作假的 这提议正合大家心意 如今众人都是身心俱疲 确实是要放松一下 黑衣首领话题一转道 不过 这里我们还搞不清虚实 所以 依然不能教义清心 我提议诸位道友 把称号和擅长的技能说一下 毕竟 不晓得在这里要待多久 若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也好有个安排 除了已经陨落的粉衣女修 和两位黑衣修士 何欢宗的女修 包括流灵之在内 只剩下四人了 至于黑衣修士那边 便只有一个住击后期修士 一个住击中期修士 在黑衣首领的事宜下 那住击中期的修士道 唐二擅长突袭法术 唐一擅长火袭法术 黑衣首领说着 便向墨清晨三人望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早发觉这三女 都不是普通的角色 自然看重得多 墨里落冷淡的道 我姓墨 没什么擅长的法术 就是对阵法稍有涉猎 我姓旦 擅长水西法术 嗯 对一道略之以二 旦清歌淡淡道 这是他们三人商议好的 为了以防万一 在战斗力方面 还是有所保留的好 但是这些辅助能力方面 可以透露一下 毕竟 不晓得要在这里待多久 这方面有特长 反而会安全些 果然那助济后期的修饰就到 段道友居然是衣修 真是没想到 心中暗想 这女子刚才破阵时 应对从容 居然是衣修 真是令人惊奇 亲难觉 请相见 支线 原谅无限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